弟,你支持霸队木家出手 传出去外人会怎么看咱们 谁还敢和咱们合作 这年头本来就是人吃人 姓木的这些年不行了 活该被咱们给吞漏 可是 你在担心木尘锋那废物 放心 他以后永远都不会出现在咱们面前 因为他已经死了 你杀了他 谁叫他老打你主意 一个私生子而已 死了就死了 只要木家脑子没什么问题 就不敢和咱们彻底闹歪 爸已经决定和王家联姻 到时候 你就是王家的儿媳妇 我 不想嫁 且 你先得摆正自个儿身份 这里是 没想到我到蓝星了 这副身体的原主人 也叫穆尘锋这个名字 我原本是仙界万年难遇的天才 不足千年 就修行到先帝界 然后再到这几点 领悟到了道体原流 让我可以冲击更高境界 没想到 走路消息 被三个先帝偷袭 强行索要道体原流 虽然我灭杀两个先帝 但还是身死倒消 侥幸只有一缕元神逃走 早听说蓝星法则缺失 灵气稀薄 没想到遭到这种程度 这种情况 我最多只能恢复到 聚弃五层的实力 既然得到了你的身体 我也继承了你的因果 你的仇我会报 你的家族我也会庇佑 等结束这因果 我再杀回新界 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牧家人 南星虽然没什么修行者 但是这样一幅风景 也挺有意思 我当然知道 你是牧家的小姑娘 大半夜的 一个人在外面 是不是在找哥哥我 放开我 我要去找少爷 少爷 你说的是那个私生子 小姑娘长得这么水灵 来来来 让哥哥帮你检查身体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当然是干男人都爱干的事 几个烂人欺负一个小姑娘 还挺像你们干得出来的烂事 让杨人办事 不想干的人滚 他大半夜出门找我 你们打他主意 不问问我的意见 你这废物 怎么提你你就出现 少爷 终于找到你了 打扰我兴致 把他废了 扔远点 怪就怪你 自个儿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我劝你最好别动手 不然待会会发生什么 我可不知道 你们一群恋恋的 跟我一个修仙的叫什么劲 你 你你刚才说要废了我 我堂可是正美 你就是个私生子 我知道你是姓正 废话真懂 吓着了吧 现在没事了 我以为就要被他欺负了 心天道体 这姑娘是个修道的好苗子 好好调教调教 未来肯定能成就新帝 没事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我先送你回家 可是 家主还等着少爷回去 先不管那老头 咱回家 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沐尘峰 我要你生不如死 哥 我被人欺负了 沐尘峰这孙子下手老狠了 老黑了 哥 他打我 就等于再打你的脸啊 要是传出去 让你的脸往哪儿放 什么 你被沐尘峰揍了 他在哪儿了 天二画府 是吧 就这样 挂了 能用的东西 什么事都办不好 没个轻重 不要滚 马上叫人 跟我去天二画府办事 妈 我回来了 你看谁来了 少爷来了 我给少爷泡茶 路上碰到雨林 就一起过来坐坐 泡茶的是我自己来 你现在是病人 还是得先好好休息 让你费心了 人还在上面 你直没动静 所有人都不准留守 出了事我担着 走 哟 木大少 你也在这儿 谁给你的这么大胆子 给你半分钟 带上你的狗滚出去 木大少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 麻烦再说一遍 小林 外面怎么这么闹 你进去陪着阿姨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 都不要出来 你小心些 给了你们机会 既然都不想走 那就留下来喝茶吧 别我弄走他 哥 您喝茶 你坐下 我抬头说话脖子不舒服 好嘞 谢谢哥 说吧 这事你想怎么收成 三十万 让哥您啊 消消气 两百万 哥 会不会太多了 你们这么多人吓着我 什么时候到账 你什么时候回去 没有啊 东西 还不赶紧去办 哥 稍等 等会儿就到账 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 我脖子不舒服 来给我捏捏 好嘞 力道合适吗 速度挺快 你走吧 不过还有下次 就不止这点钱了 是是是 以后一定不敢再得罪哥 小弟 我先走了啊 郑上 这个废物 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郑上 要不要再叫下兄弟过来 要不是你们没用 我能丢这么大脸 回去了 慢慢收拾你们 正北大半夜出去一趟 怎么回来就变成那副样子 小少爷和别人起了冲突 吃了点亏 赔了两百万才算善了 这会儿 家主正在训斥少爷呢 我这老弟平时自负惯了 吃些亏也是对他好 吴小帆的行程 打听清楚了 吴小帆是燕北吴家的掌上明珠 和他处好关系 以后对郑家 百利无遗憾 吴小姐明早八点到渝州 三天后才回燕北 他第一站去崖洞 知道了 安排一场偶遇吧 好好休息 最近都不会有人来骚扰我们了 我保证 别走 我害怕 有些睡不着 那等你睡着了 我再走 骗人是小狗 我要是骗你 我就是小狗 没想到第一天就发生这么多事 听说崖洞有人卖古董 明天去看看吧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对恢复修为有用的东西 诚说你尝尝 可好吃了 我的职责是保护好小姐 就不吃了 是我一个人玩 多没意思 我去那边看看 这么巧 没想到会在渝州碰到吴小姐 你谁啊 我认识你 三年前在燕北 我见过吴小姐一面 吴小姐来渝州 正巧我也有空 要不带你逛逛牙洞 也成 有个本地人坐下的 我也省事 诚说 就让他跟着好了 是 小姐 这些东西大多都是旧物 但也都是反品 对我没什么用 这块玉胚应该有上千年了 并且玉胚中还蕴含的灵气 十分充沛 老板 这玉胚怎么卖 小伙子 眼神真好 这可是西州的 好几千年呐 要是成心要 五百万 西州 我看是上周的 五百块我拿走 成交 诶 这玉胚挺漂亮 老板多少钱 密信到账五百元 不好意思 已经是我的了 他不是死了 为什么还活着 他怎么也在这里 难道 慧先生 我花五万 向你买这件玉胚 你还满意吗 当然 不满意 他好像变了个人 诚说 我有些不开心了 小姐放心 我一定把事情办妥了 小兄弟请留步 怎么 抢买不成 准备抢抢了 小兄弟 我出五十万 买你这个玉胚 亏死了 我亏死了 五百块的玉胚 转手就卖五十万 哎呦喂 这年轻人赚大了 哦 我不卖 那小兄弟今天 就走不了了 玉玲 你先回去 我一会儿就回来 嗯 你一定要小心 看来 你还是想用抢的 小兄弟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有些人 你这辈子都得罪不起 这世道 就是这样残酷 好可怕的气势 这年轻人 看来又遭殃了 你说的没错 但很明显 我不是你能得罪的人 你是什么人 啊 成叔是宗师靖高手 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什么来历 牧家家主的私生词 沐尘锋 私生子吗 哼 有点意思 小兄弟 少年英杰 你不愿意让出这玉佩 那我也就不强求了 少爷 我刚跟你分开 就被人强行带回牧家山庄了 臭人 还敢打电话 这生意 木雷 我师承正一派 家时正是玄风道人 小兄弟年纪轻轻 就有一身本事 敢问师承哪位高人呢 其空理 再烦我 死 刚一瞬间 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危险 成叔 你去开车 我发现了件很好玩的事情 小车 我送你 你为什么帮我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木尘风 你别想给我捣乱 开车过来 去牧家山庄 木尘风 等吴小姐回雁北后 我再慢慢找你算账 大叔 怎么练的 身体这么棒 别碰我 大叔还挺高冷 老爷说了 现在还不让你回山庄 滚 成叔 他这一将 可比你厉害 小姐 我老了 比不上现在的年轻人了 现在家族什么情况 你心里没数吗 谁给你的胆子 得罪正北 你想害死木家 小少爷 我错了 小少爷 你忘了在木家 只能有一个少爷 我打死你 他是我的人 你动他一根手指头试试 弟弟 野主 你以为你是谁 在木家 我想打他不打谁 你打他一巴掌 我费你一条胳膊 很公平 施主 施主 他是你弟弟 你还下这么中的走 没名分的东西 把他逐出木家 外面学了几手 三脚猫功夫 就敢在神庄里放肆 我 还没死 我看你是长辈 不想和你动手 少爷肩膀粉碎性 骨折会留下后遗症 太公 打死这个野种 太公是半步宗师高手 木尘锋啊 木尘锋 你死定了 真疼 跪下 手架吧 你也配让我跪下 那你是忘了 木家谁说了算 木太公 我劝你别对他出手 你是谁 一个外人 也敢来管木家的家事 我姓成 燕北 乌家人 他可是龙国宗师榜四十三名 怎么会来木家 那 这位是乌小姐 各位叔叔婶婶好 我来说几句公道话吧 乌小姐想说啥说啥 不用介意 乌小姐来了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快准备贵宾厅 乌小帆这种超级千金 怎么来我们这儿了 如果把他追到手 下一任家主 非我冒住 木尘锋在木家没有名分 他殴打未来家主 又得长辈不尽 这种人 在乌家早死了 乌小姐说得对 这野主就该死 不过他好歹有木家血脉 直接杀了 太不经人情 所以我建议 逐出木家吧 你听见了 我不杀你 跪下 受家法 之后 你和木家再也没有半点关系 你可以试着让我跪下 好好好 我看看你的野路子 究竟有多少分量 我劝你真别动手 除非你嫌命长 小兄弟可是宗师高手 我也不是他对手 怎么可能 他只是个野种 是不是哪里误会了 笑死我了 一群笨蛋 把自家年轻宗师 亲手逐出家族 木城风 我诚恳邀请你来 乌家 放心 乌家可不像这些家伙那样 是个瞎子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乌小姐 有些不合适吧 他现在和木家有关系吗 本小姐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只要点头 乌家能给你想象不到的资源和支持 保证你在五年内成为龙国宗师榜前三的高手 对不起 没兴趣 陈锋啊 你是好孩子 刚才你和家族有些误会 我代表家族向你道歉 今天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不过我的一切 以后谁都不准干涉 包括你在哪里 绝对没问题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下一任木家家主 没兴趣 我拒绝 不过不是因为继承了原主的英国 你们这些人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 早俩处天象吧 现在没空 忙完再说 好嘞 丑叔 咱们去门口等 我到底错过了什么 你也是个有眼无助的大笨蛋 咱们木家有福了 陈锋啊 好好和吴小姐相处 你们年轻人的事 家族绝不干涉 能和吴家结成敬价 木家绝对能一飞冲天 我一直都看陈锋这孩子顺眼 他小时候我就知道 肯定有出息 吴尘锋 我什么时候允许你们干涉我的事了 我也是为了你好吧 为我好 如果你的不要脸也是为我好 那我情愿不要 我最后警告一次 再干涉我的事 别怪我不讲情面 吴小帆对沐尘锋很感兴趣 如果能通过他认识吴小帆 对郑家也有好处 沐尘锋 我们聊聊 没空 我也没兴趣 郑喜 我喜欢你 我们处退项吧 没兴趣 郑喜 最近出了新电影 我们去看吧 我的行程满了 没空 沐尘锋 你变了 少爷 你以前是很喜欢郑小姐的 她就是个可怜女人 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咱还是和她少有牵扯 免得被雷劈了都得连累你 我不懂 你不懂最好 现在有空考虑咱俩的事了吧 少爷 吴小姐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我认为你可以答应她 我也不是很差 仔细考虑考虑 我认为我们更适合做朋友 你可真是个冷漠的小男人 不过你越这样 我越对你感兴趣 你是雁北无家的独生女 没必要在我身上费功夫吧 只要你勾勾手指 还缺男人 哎呀 看来哥哥的态度很认真哪 没关系 我还有机会的 你想干嘛 把手机给我 加你密信号啊 手机号码我存好了 哥哥 才是当你联系我啊 沐尘锋 你给我站住 玉玲 你去门口等我 该死的野种 该死的沐尘锋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攻势运 得到吴小姐的青睐 吴小姐 请留步 有事 吴小姐来正家山庄 干脆多住几天再走吧 没兴趣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和那个野种的话 我都听见了 请吴小姐答应我的追求 野种 那野种来路不正 不像我 她是沐家真正的正统继承人 那野种和吴小姐在一起 只会丢了吴小姐的脸面 丢了你们吴家的脸面 所以 你自认为配得上我 我 我对吴小姐 一片真心 成叔 把他另外一个肩膀也废了 是 小姐 不要啊 求你了 陈锋 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你该死 不管什么办法 你必须给我死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打我的主意 沐家人 还真都是些 有野无猪的蠢货 爸 今年我不回燕北了 我在渝州找到了你未来女婿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那是以前 老胡在过去 就注定会失败 陈锋 你什么意思 不管什么意思 和你有关系 我在渝州碰到了他 你以前口口声声说爱我 现在就这样对我 那是以前 不是现在 有什么话就说 不然我就走了 给我站住 帮我约吴小姐出来 她怎么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帮我约出吴小姐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请我吃饭看电影逛街 当然 只有一天时间 出去旅游之类的过分要求 就不用提了 沐尘峰啊沐尘峰 我就不信你能抵挡得住这个诱惑 哦 没兴趣 沐尘峰 你几个意思 一千万 我就帮你约他 否则免谈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可以拒绝我 反正对我也没什么损失 不过这一千万 买一个和吴家结交的机会 我认为你们正家赚了 你确定要一千万 而不是请我吃顿饭 我希望你只是脑子傻了 而不是耳朵聋了 前半个小时内到账 今晚我要知道结果 谢谢郑总的一千万 沐尘峰 你这么做 千万别后悔 爸 小北有手好心老惹事 凭什么让他做轮值董事 你以后要嫁人 嫁人后就不是正家人了 就因为这个 不论我付出多少努力 都得不到您的认可 出去 我会向您证明 这是您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 无论有什么办法 我都要得到吴家的帮助 哥哥 这里这里 你怎么还没走 不是要等哥哥吗 这儿这么偏 你肯定不好打车 快上车 咱回城里 哥哥 就真不考虑一下咱俩啊 吴小姐请自重 我不是随便的人 我更想哥哥随便起来不是人 正齐让你帮他约我吧 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谁都像吴家这么开明 什么家族传承啊 传男不传女啊 都什么年代了 不论是谁 天间是人心里的一座大山 会蒙蔽人的心智 最后陷入泥潭 不可自拔 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经历了吧 心疼哥哥 要不 我请你吧 嫁给我后 整个吴家都交给你掌管 咱家给你撑着 谁敢扔你 我都不高兴 别闹大哥 咱是朋友 就算我答应你 你们吴家就真愿意让我掌管 谁敢反对一个试试 我会让他后悔一辈子 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 终究 我还是沐家人 哥哥性子真温和 我越来越喜欢哥哥了 别扯有的没的 我收了人家的钱 答不答应 给个准话 我可以答应和他明天吃顿饭 但是 你想怎么感谢我 哥哥的身子可真结实 你想干嘛 我卖一不卖身 谁扯你身子了 一会儿陪我逛街去 我要你一身力气 你不扯我身子我就不去 沐尘峰 以为自己有点本事 就敢夺走我的一切 随心会出手 沐尘峰你死定了 小帆来渔州 我要不要让人和他安排一场偶遇 小帆 这么巧 在渔州也碰到你了 我们一定是前世的缘分 小狐 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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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他回话 这个单子飞行会接了 不过得加钱 哥哥 你走快点 追上我了 赏你一口奶茶 我说大哥 您老爷不看看 买了多少东西 我不管 这么快就被盯上 怎么了 别说话 我们被人跟踪了 不愧是会长 特别关照的人 果然警惕 不过 你逃得掉吗 我们甩掉他们了吧 没有 五小姐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木尘峰 你自己走 我们不为难你 飞行会 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 逗我朋友 让小虎来见我 咱干的就是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的活 有人花钱要买木尘峰的命 五小姐 不要太为难我了 今天敢动他 五甲 必不计代价的报复飞行会 小凡 有必要为了一个野男人 把咱们搞得这么身份吗 什么你们我们 我俩只是在爷爷宴会上 认识的陌生人 看来真的是蠢货太多 什么阿猫阿狗 也敢放话要我的命 五小姐 你先走吧 我帮你还不领情 飞行会不是木家 才能招惹得起的存在 小凡 你为什么要奖励他 我也要 我也要 世上能杀我的人 还没出声 好大的口气 让我来好好瞧瞧 你的拳头 是不是和你的嘴巴一样一样 性子暴躁 根基火候欠缺 遇到真正的高手 你必死无疑 我只摔你一个狗吃屎 便宜你了 牧尘风 你招死 师弟 你再出手 师叔会生气了 成小子说 宇州出了个年轻宗师 也不知是真是假 这年头 哪儿那么多宗师 师职的飞行会和他碰上了 师弟 你再担心吧 在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我担心这小兔崽子闯祸呀 师弟不让弟子 给他打电话了吗 我让成小子也去了 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不说他了 这些日子 师弟对灵犀指 又有了新的领悟 说来也巧 师兄我人都二脉 打通了八成 再过些时间 就能踏足先天聚气 少废话 上号上号 solo 父子局 师弟腰战 做师兄的 怎么能不应战 不过这次师弟 可不能输得哭鼻子哦 你个老六 顿草素硬我 师弟你不懂 这叫一时 掌门和师爷 干嘛这么激动 刚记得出来了 前几天师爷玩游戏 输给了掌门后 心态崩了 还是快走吧 免得师叔又输了 把咱拙去撒泄 小姐 我们走吧 可是他 师父和师叔 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他算什么东西 师父和师叔 会为他操心 你可别逗我了 师兄 喂 小师弟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行 我知道师父和师叔的意思了 木兄弟 全是误会 咱也算 不打不相识 今晚 地上人间 我买单 给兄弟赔罪 赔罪就不用了 告诉我 谁指使你们的 这事就一笔勾销 喂 武尘锋 你别太过分了 飞行会 绝对不会出卖客户信息 再给你一个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倒体源流可借用 天地万物之力 蓝星法则缺失 做到这一步 已经算起限了 是你弟弟 木雷花钱 请我们做掉你 钢器外放 操控这么炉火传青 把娘胎离开时炼 也不可能 一毛钱买个消息 我也不坏了 飞行会的规矩 咱们少家主 怎么想着回来了 我记得你答应过我 不能干涉我的事情 纵容木雷 找飞行会 找我麻烦 说吧 这事想怎么解决 谁给他这么大狗胆 马上就打给我滚过来 是 太公 哟 在这给我演戏呢 放心 这件事绝对给你个交代 虽然偷偷用了家族的财产 我被罢和太公骂 但木尘锋一死 家族的钱还不是我的钱 少爷快跑 木尘锋打上门了 不可能 这一机会 结不可能失手 太公请小少爷过去一趟 放开我 他 他 仗着家主在燕北 你个臭野种 把家族搞得乌烟瘴气 现在还敢欺负到我儿子身上 我豁出去了 看谁敢动他 你请飞行会出手了 花了多少钱 你开始要一千万 请当目标是木尘封号 要多花了一千万 你哪来的钱 我 动用了家族账上的钱 家主为了解决家族困境 去了燕北 你在背后 竟干出这样的好事 谁叫家族偏信一个野种 你可真是木家的好少爷 我马上杀了你 为家族清理门户 谁敢动我儿子 你自己问问 你儿子干了什么事 我管他干了什么 我只知道他是我儿子 要杀他 你先杀我 等家主回来了 我看你怎么交代 你真当我不敢动手 你别逼我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想干什么 这是雷弼 在我面前演戏 请继续你的表演 我现在就让你请回答 我心情惊人的痛苦 快去叫医生 马上联系医院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毕竟是我弟弟 我也不希望他出什么意外 师兄 你说木尘锋 要怎么对付木雷 我看木雷死定了 师弟为什么这样想 他是宗师高手 况且家族斗争 不都是这样吗 我不这样认为 木尘锋不是试杀的人 如果他想杀人 那天木家山庄 一个活口都不会留 所以师兄你认为 这件事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不错 老板 还有臭豆腐的卤水吗 有有有 不过你要这干啥 咱家猪都不吃 还不是我这傻弟弟 想不开喝农药了 这做了什么 我怎么说不出话了 赶紧喂他喝 如果不够 俺家里还有 老板 来 大把手 我说你这个小伙子 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想不开啊 嘴巴再长大点 多喝点 老板 你这卤水味真冲 该不会加了其他料吧 没没没 咱正经生意 祖传独门秘方 老板 多少钱 你咋跑了 野狗 你为了我儿子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亲自灌自己儿子农药 我马上推动会死人的 你敢打我 等家中回来了 我要你好看 木雷虽然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但他也是木家血脉 你残害亲生儿子 等爸回渝州后 想想自个儿是什么下场 太公 你认为呢 把他带回山庄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出房间一步 等家主回渝州再发落 至于木雷 先做医院吧 你看 这样合适吧 你现在才是代家主 自己看着办 大多数问题都解决好了 是该将那小逆子倒体原流了 这么闲哪 男士外 追剧呢 正好 跟我进房间 你身汗 不舒服死了 少爷想干什么 还脱衣服 不过少爷的身材真好 他该不是要 哎呀 凶死人啊 少爷 要不我们先去洗个澡 洗澡的事一会儿再说 咱们先干正事 啊 这么着急 可是我第一次没有经验 谁都有第一次 没事 我教你 你现在感受到了什么 少爷的手很温暖 我希望一会儿少爷温柔些 听说第一次有点疼 一个小脑袋 刮一天到晚在想什么 我让你感觉身体的变化 少爷你不是要 你是个好苗子 我教你本事 以后谁都欺负不了你了 别说话 闭上眼睛仔细感受 现在告诉我 感受到了什么 我感受到了一切 不愧是先天到底 这么快就感受到天地韵绿了 好好感受灵力在身体里的路线 我先出去了 怪不得蓝杏仁爱吃薯片 的确解压又放松 千年雷击木 这种上好猎记材料 我怎么能放过 听雨林说楼上最近装修 现在都中午了 怎么还在装 她现在还在赶雾 不能受外界影响 把这事情解决了再去吧 你好 我是楼下邻居 能开一下门吗 你啥事 你们入场时 物业就通知过你们 中午两点前是不允许装修的 所以你来找茬 你有什么实力让我停工 如果你是这样态度的话 我就只有选择报警了 报啊 你尽管报 警察走了 我继续施工 看你能拿我怎么办 我看你的砖头质量不是很好 我这可是特地定做的红砖 一般砖下去 保你脑袋开火 来来来 脑袋伸过来试试 你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报警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 小伙子 你还年轻 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说过 你砖头质量不好 你好 公安局吗 我要报案 有人用砖头拍我的手 对对对 就在天二华府 咱师兄弟也有几年没见了 这顿饭 师兄你请了 师弟你这么大个飞行会 还心疼这点钱 师兄 你不懂 飞行会几千人 但那是几千张等着我喂饭的嘴啊 所以你在死要面子活受罪 下山的时候我发过誓 不闯出些名堂 没脸回师门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些年 师叔也挺想你的 你看新闻了吗 南山上一棵千年老桃树 被雷劈了酒下 这种上好的材料 师父肯定喜欢 下个月就是师父受诊 帮我弄点 送回去呗 师门早知道了 千年雷积木 已经被老军灌 从官方渠道买走了 我要去和老军灌谈谈 那正好咱一起 老军灌总得给师门面子 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 我相信白莲教也注意到了这个消息 哼那些邪教崽子 哪一个我宰一个 我认为还是慎重一些比较好 雷积木已经被老军灌了 和他们好好商量 应该可以买到一步 如果可以的 还是不要动用武力比较好 你俩怎么也在这里 你都在这里 我俩怎么不能在了 你俩也是为了雷积木才来的吧 木尘锋 这一次不要和我们抢 这一次我代表的是师门 而不是五角 希望你能理解 谁怕谁啊 各凭本事呗 道长 木家木尘锋 有求老军灌 我和师兄都是正义派的 看在咱们都是道门的份上 醒个风鞭 诸位来灌 师傅已经知道了 师傅说 灌里用不到这么多雷积木 愿拿出一半赠予各位 至于各位怎么分 老军灌就不管了 灌主就没再说其他话 没了 师傅就说了这么多 你们自个儿商量 我要回去继续做功课了 真是人精 一句话就让老军灌置身事外 这个灌主 也不是个简单人物 咱们商量一下吧 如果可以 我还是不想动手 师兄 咱二对一 优势在我 不用跟他这么客气 木尘锋古怪的很 我认为可以满足他的一部分要求 免得节外生枝 你想要多少 两米长的树干 不可能 最多给你一米 否则灭贪 长 一米就一米吧 小心行 有人来了 你小子倒是警觉 竟然能发现我们的行踪 不过你们商量来商量去 最后雷姬母还是属于我们白连教的 不是我警觉 是你们本事不行 气息吐纳太差了 两个宗师 其他全是半部宗师 老军灌还真鸡贼啊 送一半的雷姬母 让咱们帮他挡灾 水帝 渗炎 你们这群邪教的崽子 我是正义派的小虎 不怕事的 尽管上来 嘿哟喂 正义派好大的名头 不过我可不怕 雷姬母我可以不要了 你们自己解决 不尘锋 你几个意思 你看到了 我不想掺和你们的破事 师兄 别和他废话了 这小子在趁火打斜 打把手 给你两米树干 我要一半 算你狠 成交 两个宗师交给我 其他你俩解决 没敢一人对付 白连教左右护法 我们两兄弟从小在一起 联手之下 即便再来五个宗师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什么左右护法 也不怎么样吧 装倒是挺会装的 我这边全解决了 你们还要多久 那还不赶紧来帮忙 哟 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态度 不少 如果让白连教得逞了 你自可的麻烦事也会不少 你出手 我私人再给五百万 这还差不多 大力气方长 别忘了五百万 那边地上躺着的左右护法 你们自己看着办 师兄 你说他和师父师叔比起来 谁更厉害 不好说 穆尘风或许更强 叫人押回正义派吧 今后石门发落 小心 还有白连教的人在 想偷袭我 做你的春秋大梦 能躲过我一针 还算有点本事 但是接下来呢 师兄小心 这玩意儿 邪性得很 小哥哥 本圣女要对付的人 还没失手过 妖女 你真当没人治得住你 你说她吗 别看我 我就一路过打酱油的 这么年轻的后天高手 还真的少见了 要不要考虑加入白连教 你想干什么 姐姐都可以满足你哦 你不是我的菜 你还小 不懂姐姐的快乐 如果这套法器 就是你的依仗 我劝你还是 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你真要和白连教作对 没办法呀 说了人家钱 总得给人家办事 我还是很讲信誉的 总之这两人 你带不走 那还真是可惜了 这么年轻的后天强者 姐姐还没尝过滋味 看着 您还是别了 我怕你榨干我 成年人才知道身体会不要 嗯 好的倒是挺快的 沐尘峰吗 我记住你了 我叫李思思 我们还会再见的 大家也看到了 我希望听到各位同事 对沐尘峰的评估 通过他和李思思 交手情况来看 我看他应该进入 先天宁气了 但是从他的资料看 太怪了 太干净了 像是从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高手 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维系龙国 西南片区的稳定 不是让你查别人底细 嗯 我明白了 马上派人去善后 媒体那边 我会打招呼 这件事 我亲自写报告 给沐尘峰 至于沐尘峰 你先去接触一下 如果可以 让他加入公司吧 雷击木炼成的剑 虽然有些忽略 但用盈力推动 也有雷电之力发出 目前也不过了 先将就着用了 那车在我离开 老军灌后 就一直跟着 我又被盯上了 陆总 从目前的观察看 还可以确定 沐尘峰拥有 炼器和玉器的手段 嗯 我再观察观察 先不说了 我别发现了 喂 兄弟 跟了我这么久 也该差不多了吧 啊 你好 我是不加班 家政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红利 我现在代表公司 想和你谈谈 什么鬼家政公司 没兴趣 你再跟着我 别怪我不客气 法器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加班 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是龙国相关部门的公司 负责维护 社会稳定 简单点说 是管理像你这样的自由人 然后平衡 龙国各大门派的矛盾 如果有不服从管理的呢 我们有最精锐的能人意识 况且现在时代变了 我们还有现代科技 你很强 但是不能小瞧公司的力量 你说的不错 我不否认 那现在 可以考虑一下 和我谈谈吗 你挑个地儿 带路就成 五小姐 怎么又见面了 毕竟你花了钱 我也只要来了 五小姐 你看看 还需要加什么菜 我知道你前方百计 请我吃饭的目的 不过 我劝你趁早打消小心思 五家 绝对不会和正家合作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你拒绝我后 我反而更轻松了 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可不行 有些事情 我也没办法 所以 你以前为难沐尘峰 也是没办法咯 他的一切 都不在我未来的计划之内 他做的那些事情 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笨蛋 你什么意思 沐尘峰很强 这点你不否认吧 的确 至少从目前的资料 看 他是龙国最年轻的宗师 在他放弃你之前 你知道他很强吗 所以我才说你是个笨蛋 沐尘峰的潜力 超过你的想象 而你却这样对他 后悔了没 你凭什么对他的评价 这么高 沐尘峰隐忍这么多年 光是这份心性和隐忍 就比很多人强 至少比你强 你的判断 会不会太武断了 你还真别不服气 如果你有他一半的隐忍 凭你现在的能力 郑家至少有一半是你的 其实在赴约之前 家族就有过评估 给郑家的评价是可以观望合作 不过我嘛 我可不想和都是笨蛋的家族合作 太费脑子 不管怎么说 我也要谢谢吴小姐点醒我了 毕竟沐尘峰追过我 我的迎面很大 虽然不能和吴家合作 有点可惜 但是通过沐尘峰 相信郑家还是能更上一层楼 就如今